第一次来到凡娜 然后我看到这些寺庙什么的 我感觉好像来到泰国 哈哈哈哈 我去看这边的房子真的跟泰国的好像 这个叫脱壳咖啡 他们是自烘的咖啡豆 进来去喝喝看好吧 你们有两台烘焙机 一台是14公斤 一台是12公斤 很脆 然后这边有意识 它是咖啡卖的 都蛮便宜一点 美识12块钱 拿铁 冰的26 热的24 我们下面有个巧克力工厂 就是说这个给你们自己做的 对 哦 谢谢 谢谢 我好感谢 我每次送长夜了 我这个在 哈哈哈哈 我这家里像我玩的 哈哈 没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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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杯拿出来就是这种热带特色 在这个上海啊或者你在王菲都是小菲 他用这个做美食 有没有像这种啤酒杯 喝起来非常的甘甜很干净 然后呢 也不是说特别特别酸 哦 梦莲的 对啊 闻起来酵斑还是挺熟的 有点芝麻酱的味道 你知道很多人闻起来 他的表达是说像豆腐乳 对啊 可以给大家享受一下 哇 这个红的蛮浅的 我感觉 嗯 喝起来就像喝果汁一样 对啊 但是这样子 就是他没有喝过咖啡的人的话 他喝起来是酸苦酸苦的 他会觉得这个咖啡坏了 但是他喝到苦的咖啡 他觉得哇 这个咖啡是香的 是的 传统里都认为咖啡是香的 嗯 现在英雅的博士就是有自己的品牌了 感觉比以前那种有落地承接的 对对对 是的 卖的还可以 从一开始介绍产品的时候 我就有在看了一些 是吗 对 看好早 以前最早最早也就在看 后面一直看着你不断转型 再变 感觉就越来越早了 我之前是没有想着要做咖啡品牌的 嗯 就是也没有想着要做产品 嗯 那后来我就发现就是 首先第一是做自媒体这块 我的这个内容上面 以及我的辐射的人群上面 我想要再去做一个突破的话 那只能从产品上面 你只能再做一个品牌 对对 来跟自己的粉丝 关注你的人 然后做一个连接 对对对 它就良性形态了 感觉以前的 讲太多 感觉就没有太多可以落地转化的 对 毕竟还是要有转化的 才有更多的动力去 一直发掘好的东西 嗯 嗯 好像那个橙子 你应该也看吧 菠萝咖啡橙子 对 我看 它那个就很有意思 嗯 有的时候你去看它淘宝产品 下面有的会留言 就是我就是来听你相声 然后来买咖啡买票的 它的定位 我觉得它很容易出圈 对对 然后内容比较年轻化 对对对 其实我的内容 其实没有那么的年轻化 其实风格不一样 每个人都玩不一样 你这个关注的还是比较的 这个详细的 本身也很喜欢那些 其实也在看 因为它确实是很有意思 它讲的那种设定 北京那种段子 对 就是那种风格 很多人就好那口 半夜半夜看视频 就很搞笑 但是您的风格 我就是比较偏窗月风一点 其实走自己的风格就蛮好的 总会有一群受助 做自己擅长 再喜欢那就可以 对对对 自己做的舒服 然后真正能带出 就是有价值的产品 我觉得这就良性循环 对对对 我记得黄之外看 这个也是首飞昂的 我耐着它的 它做走音多一些 你们平时刷视频都刷哪个 都有 都会有 B站会多一点吗 小红书也看 我看小红书多一些 我反而是B站多了 你看B站多 B站的都是年轻人 00后 Z时代的 然后我自己不是00后 你们能不能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 这个是游客 这个是本地人 可以 当然了 好久 因为咱们很小 你们怎么分辨 都是熟客 我们有今天 本地人一般都是很熟的 他们就是这次没熟 第二次就熟了 哦 会过来就知道他要喝什么 嗯 就像一开始的时候 分奶咖的本地人 但现在喝手出的本地人也很熟 小费喜欢培养起来 因为你看了很多马店 有没有说什么建议说给到我们 就觉得 可能哪一方面在调整调整 会觉得更有更多人喜欢会 我还没思考 这个要思考一下 你这个问题问题有点大 这个要思考一下 像你们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再做一点 跟社区相关的一些内容 就是跟本地化的一些客人 做连接的这样一个内容 哦 可以尝试去做做看 像主题的活动类似的 可以增加线下 就这样的活动是吧 对 就是社区的活动 对 你们这几款豆子我喝完之后 我觉得真的 酸豆也不错 然后烘焙 表达的也OK 我已经那个美食 12块钱这个美食 喝起来好舒服 谢谢 哦 那只豆子是我们 我们的意识豆里面 相对来讲 对外的版会也比较好的 嗯 等下我买的一包走 要不要喝一只国际豆 可以啊 咖啡师真的 是在芭蕾里还蛮累的 对 是的 是不是 这个时候不能说是 要这样 嗯 不是不是 我非常享受我的工作 哈哈哈 哈哈哈 哇我现在才看到 就是你手上戴了一个咖啡豆 我的天 对 对 很好看 像我这么黑的人 戴起来都不挑肤色 哇 我选了一个比较中身一点的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周边吗 还是 第三方做的 那这个咖啡豆是真咖啡豆 对 对对 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了 啊 润成糕 对这款是深夜拿铁 你闻起来真的像在喝一杯深夜拿铁的感觉 可以闻一下 哦 就是咖啡味跟那个厚烟乳的味道 另外就是我们的云南豆 这边 这边基本上都是云南为主啊 对 我带一个那个8号 这个好 对 是收获满满我感觉 呵呵 他们都说来坂那一定要尝一尝这个带卢菜 那就这个尝试一下了 这个地方他们应该大家会有表演的 实际上是很有特色的这种 驴肉 放了薄荷 这个薄荷也可以吃 哇 蛮清新的 牙膏 有点 叫热情果 这么一个是20块钱 这是我第一次见 伯手 也是第一次见 以前没见到过 鸡蛋果 鸡蛋果以前也没有见到过 哇 这感觉好软啊 小菠萝这个吃过蛮多次的 这个是叫火生果 这也是你看这是15块钱一个 按个卖的 这个叫羊角蜜恶魔果 这以前也没见到过 这好吃吗这个 来到了这个西窗马那的这个高庄 这边人相当多 我就在想这个老窝的咖啡在版纳 是不是更出名一些呢 就是我一路走过来 我感觉我路过了不下十家老窝冰咖啡的这个摊位 哇 这边有一个这个星光夜市 这里边感觉好多人啊 对吧 好 可以了 我感觉这个夜市呢 比这个曼谷的火车夜市要好太多了 看得一眼花缭乱了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这是什么呀 棉花糖 我怎么感觉就是到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这边全是摄影摄像的 类似这样的东西 每个人都摄影摄像的 然后我发现这边有很多这种摄影师 他们应该是拍照片收费的那种 蛮多的我看 这个桥上你看那边基本上是隔几个台阶一个灯光 是专门这个摄影师他占了一个机位在那边拍摄的 这家菜听说是不错的 叫带胃52038 这个地方 1就是1 2就是2 一看就会 这个老板还有这个吃饭的教程 很贴心 这就是教程吧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第三步做什么 这个让我想起来了 这个我做咖啡教程的时候 老板你们这边看起来很正宗 嗯 正宗正宗 吃了之后才知道 对 是 芭蕉叶 11 哦 然后这里面有鱼 鸡肉 猪肉 粉丝 明片 哦哦明片 这分128 小伙伴们 还是 不算贵对吧 因为它有一条鱼 还有一个打鸡腿 刚才那个老板说了 这三个酱 好像是要有顺序来蘸的 我懒得看 手抓米线先把生菜分成2到4片 把米线三颗 3到5克花生 我按照这个他们的教程来做一份手抓米线 然后呢3到5克的花生 一根野菜 哪个是野菜 哦这个是野菜 嗯 这不是薄荷吗 最后加上一小勺酸辣柠檬酱 那就是这个了 这个我感觉跟泰国一山菜一毛一样 那你们喝不喝咖啡啊 就是很少喝 确实太苦了 不过可以加糖 加胆加糖 你看基本上都不怎么喝咖啡的 所以说搞得我一个咖啡博主都快失业了 超美食来支持 超做美食来支持一下啊 要走偏门了 只能出来旅游就是拍一拍美食 哈哈哈哈 美食博主 你们也可以拍一拍啊 我觉得像你们如果要拍一拍的话 肯定就是粉丝啊 很多的 你拿一个手机就可以 你看 这个小相机很方便的 这些 嗯 嗯 就是 它拍起来就是很方便 也很想 哇 感谢 小姐姐太热情了 小伙伴们 这个一键三连一定要走起 真的